好,歡迎收看今晚動漫無尚,主持在有馬2 還有賀馬仔,今晚繼續在這裡講講同仁 當然,今次我們又請了CPU,Creative Paradise 即是同仁節活動的主辦 即是上星期我們請到宣傳海報的畫師 之後我們今次也請了主辦 那不如主辦自己介紹自己,主辦好像在網台上有些熟識 熟沒計識,我也是剛開始的小流羅 你是小流羅,很害怕 小流羅,大家好,我是Sam 嚴格來說,我在Creative Paradise 這個工作其實是一個顧問和營運 活動的主辦其實是一個香港動漫電玩節 你可以說一下你的姿勢嗎? 你的姿勢比較長 即是總監嗎? 沒有去到總監那麼嚴重 我的姿勢是叫做Creative Paradise的活動顧問和營運 顧問和營運兩個職權和權限上好像很大分別 顧問是只說營運要做的 顧問可以是離職還收錢,然後有些特別花紅 但營運可能是要下手下手做的 因為我的新品就比較神奇 又不是神奇的,有點尷尬 因為剛才我們電話介紹的時候 我那張卡片是動漫節的卡片 我那張動漫節的卡片 上面那個是叫做項目顧問 即是我是香港動漫電玩節裡面的其中一個項目的顧問 但我是負責這個項目的營運 因為這個項目是由我提出的 所以我要負責去做營運裡面的工作 顧名思義 即是Sam哥 即是做Creative Paradise的 LAST BOSS 可勇工 這句很危險 通常轉珠轉到最後的關 就是BOSS 轉珠留下專業的說 我們最多講一下AKB 或者Saword Figure 那些就算了 哦 當然今天繼續請到機箭魔神兄 上次都不好意思 因為我經常寫了很多機箭魔神 真是不好意思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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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大家都很期待 無故動漫節之前搞同仁區 搞搞今年的Creative Paradise 整個這樣的活動出來 雖然有人說 由五天縮到兩天 那些人就有些事情問 當然啦 今天請到Sam過來 當然想解答聽眾的問題 不如你講一下 給你一點時間 Creative Paradise 為何會有Creative Paradise 是突然轉了制度 這樣走呢 其實他說轉了制度 因為今年動漫節 其實都搞了第16年 動漫節那邊本身 原先都有很多的活動 或者比賽 去支持創意工業 即香港的創意文化的發展 但是呢 這樣 達到第16年 就想說有些新油 去年那個動漫節 其實就 日本那邊Compicat 其實已經有些工作人員 走過來 去一個視察 當時就是我帶他們去 去動漫節裡面走一圈 然後同時都拜會了 是這個動漫節的主席 梁先生 然後就跟他提起了這個 comicat 就是日本有這個 comicat這個活動 comicat又有三萬五千個參電單位 又有五十幾六十萬人的參加 然後就令到 令到主席梁先生 他就覺得 哇 好像同仁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真的撐得起整個 蔡易工業的 所以我就寫一份 proposal 就跟梁先生說 看看可不可以 搞得好少少 搞得大少少 將香港的同仁文化 能夠再搞得 那個基板大少少 這個就是CreativeParadise 最初為什麼會出現了 突然一聲由零開始 出現了他的契機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叫Paradise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我看到你那個 宣傳那個黨 就說很多說 你突然不用顧客 來形容入場人士 你用很多參與者 晴天 那些名詞來形容 起初小弟都較為 看完之後 不太明白 第二屆RG也是這樣叫的 不如 我們要讓他介紹 大哥 你這樣理解 我飯中Event 即是叫你綠花Sam 這樣就不太好 我沒有那麼厲害 或者叫特首Sam 真的不行 很危險 不過最主要都是 當然 Paradise 當然也有一個意思 就是想在名字裡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是很鼓勵創作 也沒有想過如何控制 香港的同仁 或者創意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整個活動 其實是採納了 跟日本的comicat 他們的理念是要相同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 一 用到他們的 logo 二 可以參考他們的規則 三 就是 基本上有很多地方 都跟他們相似 如果你說參考日本comicat的規則 老實說 應該會有很多人 在往後的時間 超剔你 日本可以怎樣怎樣 香港為什麼不行 不過這些後話 我們之後再介紹 多一些活動 因為剛才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訪問摩神興的人 已經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可以有一個項目 或者有一個計劃 就是說 可以先參展後付款 其實這個 在香港的同仁界 比較新 因為你知道 半張桌 就半張桌是錢 一張桌一張桌是錢 每個人都要計 是的 工作人員 一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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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四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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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要很多活動 要很多個精靈球 所以 精靈球要收錢 買一個 給兩個錢 買一個 買一個 有些博士給一個 你就算 那這邊 為什麼可以捉完精靈 才出回精靈球 這麼有趣 厲害 最主要就是 其實那個 先參展後付款 先參展後付款 這個scheme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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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長了 那個叫做 創天 同仁 那個 攤位 租金支援計劃 厲害 說到多少度 正確的 證明 這個計劃 其實 是 多多少少 是因為 有些 當主 有反映過 有直至email 反映過 就是 800元一套 很貴 喂 有沒有便宜一點 然後 我收到一些意見 我 價錢方面 我差不了主意 說實話 一天 400元 說真的 便宜過九剪價 還要在匯剪 本身 萬字已經是虧了 虧了給你們 但你還要便宜 我問老闆 老闆說 其實 便宜就沒得便宜了 錢也是要付的 只不過 你們說一炮過 我給得辛苦 便宜完錢才付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 我想問一問 其實是否反映 香港的同仁市場 真的不太好呢 如果你說800元 即是兩天來計 要100元兩天 其實 如果你說香港的消息量 是否真的差得這麼厲害 應該這麼說 本身同仁 大家搞同仁 究竟是想著賺 還是想著虧 還是想著找朋友 我就會回歸還原基本步 究竟同仁是怎樣 好 想你說一下 因為我這次 為什麼想這樣說 大方說 因為你說 你不想有顧客的概念 不想有任何 例如入場人士 你個個都是當作 參加者 參加者 參與者 想以一個 叫做 都不叫做 雇主 或者叫做 一個平台 去做一個 晴天 的 氣氛圍 沒錯 其實 要令入場人士明白 不同CW 或者RG CW的人入場 是知道他們是同仁世界 但今次的情況 可能有些人 先去動漫社 一定 你們說三樓 一樓可以直接跳到三樓 三樓可以跳到一樓 當然 我們想知道 當時入場的人 因為我一路寫開專欄 有問 有一個人都不知道同仁場 一路以來都不知道同仁是圈 對 沒錯 同仁區都是隔離小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做什麼 可能有人會說 創意地灘隔離 有東西賣 可能隔離都是差不多 其實你這個情況 會不會令到 想怎樣講解 給日常人士 公眾人士聽 首先第一 其實同仁自區 在往前十幾年 他們是創意地灘的最大手 因為他們是靠場 我們上集提過少數 其實他們是大手 而且他們也是排隊擋住的分子 因為要等到美場的數六點開始排 為什麼大家會排中間排不到左右對職 因為左右有創意地灘和銅區頂住 沒錯 左右上有風嘟嘟嘟嘟 還有紙嘟嘟的擋住 沒錯 所以沒有辦法 其實創意地灘一來 為什麼今年會有Creative Paradise 而沒有創意地灘呢 多多少少是因為 反過來 我是Creative Paradise的顧問 我也是一個在動漫圈子裡面 浸淫了十幾年的人 動漫節的很多風風聲聲 我當然會聽到 甚至有很多時候都發過聲 即是那些爆玻璃的事情 你想說 那些我不說 立場問題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所以 創意地灘的風評是如何 大家的感覺是如何 我是知道 而那邊 其實我進入了建制裡面 即是建制派人士 你不要這麼說 進了建制裡面 我就看到其實 裡面的主辦 其實他不是無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在 即是 創意地灘裡面 有很多是創意 但是也有一些不是創意 那我們是做一個Creative Paradise 為了推廣同仁文化 而我們是想借這個機會 能夠去把香港的創意 或者在同仁牆裡面 經常看到的 淘寶 或者其他這些東西 可以是 倒向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向 想問問摩神興先 不要冷落了摩神興 摩神 摩神 我知道你很多年都去過動漫節 那你怎樣看 當時的同仁區 和創意地灘 當時的 其實就好像剛才 Tam和各位主持說過 其實他們兩個都在一起 但是我自己的情況 就是我一直都很清楚 其實同仁究竟是什麼 所以我沒有這個疑惑 不過我會有個擔心 雖然這樣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沒有影響 但是對於本身賣同仁的人 他們是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始終在那個位置 你會看到相對來說 可以走的位置比較窄 通道很窄 對 相對來說比較窄 所以我會有個擔心 會不會太迫會看不到 我真的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有人不是在看同仁的事情 其實我想看 但是有時候會看不到 有這樣的情況 有人站在同仁堂 你沒見過8點那天 有人站在同仁堂聽歌 是的 正常 誰叫夜晚是show的時間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當然 當年的同仁區 亦都被人感覺 甚至是跟創業地單 夾在一起 這個情況可能會令人覺得 同仁區好像很小 原來佔香港市場不太大 因為我給我出來的感覺 即是同仁在香港的動漫節 佔好笑份額 甚至是不受重視 但是實際上 我今次的Creative Paradise 能夠在香港動漫節裡 獨立成一個項目 即是其實是表示 即是香港動漫節 甚至是漫畫協會 他的想法是如何 即是這個 因為其實近期 剛剛前幾天 政府才剛推出版權條例 那個修正式 應該因為我聽回 就是過多幾天 可能協會那邊 都會有公佈 我們一會都會問問你 要補充錄音時間 是十幾號 大家聽到的時間 就不是十幾號 所以這個大家聽到 是舊文 協會的東西可能已經出了 對 當然我也想問 問多幾句 銅銀區 以前是在動漫節裡 整個行動 現在是 就調去三樓 很多人就問 喂 同人看回你說 可以來回五次 那些 正可以來回五次 正可以來回五次 也有人說 喂 這次如果這樣 拉開兩層樓 其實對於動漫節的人樓 或者對於CP的人樓 會不會有些影響呢 或者會不會令到很不方便呢 不如這樣說 反過來 其實 舒展Grand Hall的問題 哈哈哈哈 講完了 即是 如果我是作為一個去舒展的參加者 我連Grand Hall都會去買的 即是 我們就那個人流的計量 其實那個最初的估算 我們是 動漫節一天會有約摩十五萬人 入場的 即是 撕飛入場的人樓 有十五萬個 然後 約摩大概 有十分之一 左右 會流到CP場裡 其實 兩天合起來已經有三萬 都很厲害 是啊 其實是這樣的 即是你以前的模式 就是 平時入口之後 就是普通的 坦蕩 對 他們不是太多人 是看舞台表面 沒錯 走的話 就會經過大陸地灘 即是舊房子 即是 即是不用看地圖 總之自然也會向著 走 但 今間新模式 你已經分了樓 你會去三樓 即是好情況是 你如何劃分出口 入口 可能 出口 左邊門是上三樓 右邊門是落地下 即是 不小心上三樓 就會看到 不少出門 它應該是1C那邊的門上3樓 現在我這邊得到的資訊 因為動漫節那邊暫時還在跟會戰談 應該是過一段時間就會有個結果出來 但是我跟上面管理層的傾談 會有一個guarantee 就是一樓和三樓一定會有一條通道或以上 至少有一條通道可以實現一樓三樓互通 因為我當作一個普通人進場 我不是為了看同仁的動漫節 入場後有甚麼辦法令人有位置陷阱 這很重要的關鍵 不如這樣說吧 從普通人類的角度來說 今年動漫節多了一個項目 叫做Creative Paradise 有魔神興華的水雀美女 不過想問這句話 有甚麼契機兩位夾在一起 這些事 這些事 這些事是很私人的問題 雖然他上班和我住的那裡很接近 大家不要太多遐想 大家千萬不要太多 大家也千萬不要覺得水雀美女是大把的 千萬不要誤會 大家都沒有誤會 大家都沒有誤會 但是這個情況 就是日場那裡 我先說回 日場的問題 其實今年會有指示牌 其二就是大眾會知道動漫節今年的內容 即是抵抗的公佈 即是抵抗的公佈 會做兩輪公佈 都會有Creative Paradise的內容 亦都會想借這個機會 向大眾可以介紹到 這個同仁文化 所謂愛分享 這個二次創作 這個文化 是可以介紹到 給保羅的一般的漫迷 一般的家長 讓他們撇除 以往舊的十幾年 動漫畫不能搵食 或者動漫畫非常不健康 這個觀念 希望可以借這些活動 慢慢退去 其實這個都很有意思 我記得以前經常說 我記得政府以前有個宣傳片 說這些東西扔掉 我還記得這個九零年代的廣告 現在的動漫文化跟完全不同 不過我也想問一聲 其實大家都擔心 以前試過RG 好像試過一次 人要上三樓才下一樓 排隊的人流管 其實這次你們會計劃的時候 會否主力 可以先引人上同仁場 還是他們可以自由上一三樓 這樣上一樓 還是一一樓 反過來他們才可以二樓 這樣走 現在的方案 當然 因為方案還未完全拍板 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倒進去 我的意見 我也會提出很多意見 因為排隊那方面 是動漫節主體的活動 我也會提出很多意見 去跟他們建議 怎樣去行 但是 你說排隊 或者是背後的問題 首先第一樣 Creative Paradise 星期六日開場的時間 其實是比動漫節 是遲半小時 不要緊 頭半小時 要跳霸雷舞 那些 那些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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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沒有東西做 最初沒有東西做 就是 大家去買東西 大家去買東西 去行當 還有 Press 就去 Press Conference 對 大家說 我們說的是 九點 不是說的是 十點 九點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明白 通常你踏成這樣 開幕 外面也有牌子 你不要習慣了九點 九點是 Press進去 九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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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Press Preview 所以九點是 真的只有 Press 沒有公眾人 沒有 有 Press 和裡面設場的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十點和十點半 首先 已經有一個間隔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一樓和三樓 現在 以我收到的資訊來講 兩邊都可以入場 如果想去 GREATED PARADISE的人 那就是 在一樓和三樓 他一定有條樓梯 給你上 那就先上了三樓 可能有些 人 很急不及待 我這樣說 不是去一樓 不是去 去限定 可能上來 CP 有些 可能想去買 DESUPA ULAWAKA的新行 都不定 CP都有限定 其實那些 嚴格來說 就不是限定 只不過是拿過來的數量 就有限 我們就沒有說限定 因為會展規定 不能買限定 包括動漫節 和書展 都不可以買 你不能排除 有些人 在這裡排排很久 一定有 你隨便轉身 很多時候記得 你隨便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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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是天魔廠膠公仔 很難回答你 這些問題 給你右台回答你 剛才聽你說過 整個排隊流程 那些 不過想說 這次你說擺三樓 我們見你 都有一個舞台活動 是 想問清楚 大家都說 沒有了創意地攤 擺法會不會像 C-Duck 或是RG 中間的舞台 下面全部同行 還是同行 旁邊都會有其他東西 因為現在都流行 同行節都不會 只擺同行 同行節都會有些商業 其實就是這樣 最初最初最初 最初我給我的想法 去做CREATED PARADISE的想法 而他們拍了那個想法 最初是沒有舞台 其實 其實 但後來發覺 如果沒有舞台的話 會不會說 即是我們都擔心 一些同仁的組織們 他們會說 都沒有人上來 那些 所以我們要做些活動 所以因為 其實原先 最初最初 如果你說 即是有多人 都是網上說 你參考COMIE劇 你就參考全套 你就不要有舞台表演 實際上 COMIE劇 是沒有舞台表演的 但他們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 舞台表演 不是同仁 而是因為 舞台表演 會令到人流聚跡 所以會失死 他本身已經夠失死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地獄 你還要放一個地獄 即是地獄十八層 這樣是不行的 再閃盡多十八層 所以就出事了 所以COMIE劇才沒有舞台 這是一個原因 這是我們跟COMIE劇 聯繫之後 COMIE劇那邊主辦的人 即裏面營運的人 就告訴我們 其實舞台的原因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設舞台 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其實是為了聚息人口 即是為了吸引一些人 上來看我們的展 看Creative Paradise 和看到同仁 其實今次都有人反應 一些擔心 因為香港 看報的團 大概 那團是大約 現在我估計 三十幾四十團 應該有 大概有 如果計算日本 那四個 會不會說 整個Hall 如果只有 我當比就是五十個 如果是五十個組織 會不會 沒有CW 那麼熱鬧 怕你 好像 哇 死了 會不會說 有些情況 你會不會擔心這件事 我覺得看哪一屆CW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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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你的場 裡面的檔口 數量多和少 多當然好 你少 好像澳門那些 澳門有兩個 你要說清楚 因為澳門是有很多過運 澳門很混亂 不如這樣說 其實澳門那邊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他 這個是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亂逃本台立場無關 花生請向花生敵 真的 說回來 其實我們都想問 其實這件事 我們都看過 也有一個擔心 也是 也明白的 因為有四五十個檔 因為檔口平均 你用回會展的大小 你再加上來說 如果人流很多 檔口不是很多 又會出現一個 好像 怪怪的現象 一定 所以 我們會不會說 在外面 會再放一些其他檔口 例如商業小檔口 例如一些 現在很喜歡玩的 卡遊戲 例如一些 board game 或者其他一些 網遊 那些 都會加入一些 旁邊 周邊 在一個很長的周邊 會負責幫 網遊 你覺得你有點圈奔奪主 你好像 遊戲永遠在鐵欄旁邊 怎樣都好 大概越來越類似 會不會有這樣的plan 中間當然我們一定會有一個網台 給各位 Lithel Green Lithel Green Monster Lithel Green Monster 去表演 另外還有一個嘉賓 但還未發表 那個會是青休 又是等待 等公佈 香港的同仁圈 都會有人上去表演 我們都會歡迎 有的 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舞台那邊 我回答得近一點 舞台那邊的slot 現在其實還有很多空位 都歡迎大家去報 有嗎 有沒有興趣 有嗎 我不如藏絕 所以拖兩嘴 有嗎可能會和他老婆示愛 那這些更加歡迎 歡迎你的永恆地閃死 我上台被人丟雞蛋 我不想弄髒場 要給清潔費 請原諒我 然後再說回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檔數的問題 其實官網那個檔 那個列表 其實都已經暫時還未更新 現在我們預計 其實我們預計 最終會有約100檔左右 但也希望 會有更多的同仁組織支持 始終我們第一次是一個新活動 沒有知名度 一沒有知名度 而就是這個宣傳太短 其實已經大搞到 搞手門裏面都知道 其實這個是出事的了 但不是很沒有知名度 因為一開波 看到有這些東西 已經有很多人在 某某某某人區那裏 已經有很多寸 在說 哇 是不是 突然多了一個很特別的 那些人覺得 當然有很多人有正面 或者反面平民 但不是有人曲線宣傳了 什麼那些排隊那些東西 對面真是有活動 我真是不知他想怎樣 不過我也想問問阿Sam 你排隊不得收錢嗎 先說明 我們這場有很多空位 所以排隊不得收錢 OK 答 我想問阿Sam 當然要去 我跟阿佑馬去過FF 我們自己也去過 阿佑馬也去過FF 我們去過東南馬場 我們都去過 人流安排我們都知道怎樣做 我們都聽過怎樣做 這次 你說如果有一百檔之後 其實做過的聲勢都會很大 你們有沒有特別 想說 會 我一直看見你們有很多大手 會參加 是 聖夢支持 就是聖夢支持 那你們到時 例如排隊安排 或者很多人 我心想問 除了香港的顧客之外 會否吸引外國的旅客 或者外國的同仁組織 或者外國的同仁愛傲者 或者動漫傲者 怎樣都好 怎樣去做一個宣傳 香港其實都不是落後於台灣 日本很多 不如這樣說 其實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浸了在這個界面 十松年 你說香港的動漫界 是不是落後於台灣 我絕對不認同 第一點 我想說同仁界 香港的同仁界 在歷史上來說 比台灣發展還早 但是香港的同仁界 現在會去到這個地步 不可以怪人 要怪怪自己 我又不是怪香港的同仁組織 我亦都不是怪任何一個人 而是要怪整個風氣 如何營造這個風氣 我覺得 作為一個活動的主辦 是要負責任的 所以作為一個活動的主辦 我亦都希望能夠 可以是 剃造到一些比較正面的風氣 去令到香港的同仁 能夠上到軌道 你小心幾年後 被人咬一段聲音 來打刀了我 我會很努力 去比辭我的信念 我想問 何謂正確的同仁信念 這件事是想問 我不是接觸同仁很久 但我們都想知道 同仁的正確觀念 其實是要怎樣去養成 或者怎樣去習慣這件事 或者去認知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我自己一個觀感和今屆 Creative Paradise 用了的公演劇 的一個理念 其實兩個擺在一起 其實就是一個 少些猜忌 多些信任 互相做朋友 即是 本身同仁 他的最初最初的概念 返回到 First Principle 他的原先的理念 就是想是 一些相同志好的人 一個同好 同好與同好之間 能夠互相認識的地方 這個才是同仁 即是 如果能夠回歸到基本步 而不是說 這個 大手中手小手 然後大手抓住中手找食 中手排隊就擋住小手 小手的檔口沒有人放 然後小手就生氣中手 小手生氣大手 然後大手就說你關我差事 即不是這樣 即是我就希望可以回復回到一個地步 就是大手中手小手 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參加者 大家都一樣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但我有個問題問回 即是大家都知道 Comic care 現在日本那邊 就已經七十多屆了 那一年兩屆 其實就算沒有少認識的人 只要減一減的數 都知道 第一屆Comic care 會是 即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左右的事 其實我們N年前 講這個動漫歷史 我們都講過 就是當時他們出現那個年代 是那些銀河鐵道999 那類的 SF年代 是的 那些科學空想類 其實對於同仁的創作 是有一個很大的無限空間 去再創作 但問題是 就是回歸回到現在這個時代 是 有沒有這樣的內容力的作品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上星期訪問都說 現在同仁 大家會看到 哪怕是日本 最多那三個 男女性相加上 黑子 東方 南梁 三倍 你當一塊死 真的是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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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過千金千的 我講一塊 都是南梁為首 香港是有沒有這個 反過來 我現在香港的同仁很多 都參考日本作品 我不要說香港 你說有沒有人會畫海虎的同仁字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有 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 你說日本有沒有這樣的作品 其實有 很多 很多 香港有沒有人畫 是一個問題 反過來 是有的 這個平台是有 題材是有 但是 有沒有人去參與 是一個問題 我記得我大概五六年前 我曾經在 本地的CW 買過一本 是講 Jack Sparrow 是 你當是一本 惡搞 惡搞一些西片 Cuzzo的 漫畫 很小的 那本 你當是一個 小學生手冊 一個手心 很小的 開到一個島 但是 好笑的 但是 現在我眼看 越來越沒有這些 第一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所謂正確同仁態度 那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一定也會有人質疑 你這個問題 這些是罵戰的題材 這個 你自己知道 就是 當Creative Paradise 這個活動 或者這個項目 打著一個說 我們用 Comique 日本 好像很正統 純血 那樣的理念 當然 我們已經有人質疑 形式那些東西 我們先不要管 那些 但是 從何去定義 什麼叫正學 或者是 比較正道的同仁觀念呢 現實一點說 不如 你跟一些 中學生說 他會跟你說 看熊貓 看 E-Hentai 看東京圖書館 他會跟你說 同仁是什麼呢 他會跟你說 鬼穴 他會跟你說 石偉 你跟大學生說 他會跟你說 同仁Event 可能他們會開始 去試答 去考資 那你去那些 再老鬼些 是會買本的 真的 落手落地 不會是 網上資源黨 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那個消費文化 現況是這樣 又何以重新去掃一掃 然後稱之為正道的東西 一個叫正確的同仁文化呢 絕對有一個困難在這裏 不如這樣 其實 剛才你這樣 正確的同仁文化官 艾明他又說 幾個世代 是一個世代的區來的 你說的可能是十幾年前 那些 就是最初冒起 香港本的同仁界 他們的方式 就是我 叫做末比班車的年代 就是我們去同仁志 是怎樣 我們真的去share 去見一些舊朋友 去聊聊天 去收拾幾本 大家開心share 開心齊分享 不是現在這樣 現在又怎樣 放在檔 我要賺錢 沒有錢賺 然後說幾句粗口 下次來玩 這次就是類似這樣的 我明白你說 重建 以前我們去王國 或者去早幾屆CW 那時候開了心心的情況 但是這個情況 就算你不要說我 現在這麼多 可能大概六年前 這戶已經沒有了 已經轉了 已經轉了 那你的心腦 但問題是 如果現在的人 轉了的話 他們不會把這套 share 照舊用回他們 新世代的 又是E-Hentai 我不會理會 那時候 你其實很難說 反過來 我會這樣想 如果香港 有 我不說E-Hentai 任審這件事 本身就過不了關 如果香港 這就是一開始托來的問題 我先不說這些R-15 R-18的話題 我先說一般 一類的 第一類康物 第一類康物 如果去 基本上 香港的同仁誌 是不會有人 scan 然後share上去的 所以 要找的 一定要去找 因為香港市場 對於全世界 同仁的市場 都是太小 那 變了 如果是那個作者 或者是那個 同仁畫師 他們是很有才能 或者他們是 不要intent to show 他們的作品給人看的話 一個同仁的活動 是必須的 這是第一點 不過我也想補充一點 因為香港的畫師 其實 那個才能很厲害 因為我知道 他們在FF 我想說 他們FF的銷量 會比香港任何一個活動 是二倍數 甚至可能是過十倍數 某W大手 某非大手 是幾個大手 就算是幾個大手 都是這樣 不要開名 是幾個大手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 怎麼說呢 我覺得 是不是現在 其實香港的同仁界 或者主力的同仁畫師 其實他們自己 都有很多的商業工作 其實跟日本是沒有分別的 日本也是 不會只做同仁 他們可能是有很多商業稿 就是你今次請的 四位的同仁團 看到其中一個是 比如說小學屋 就是小學那個 招板那個 那些 沒錯 其實相對 香港的同仁市場 其實可以是一個搭板 他們都會在香港 擺 但是他們主力 已經開始放眼去台灣 日本 那些地方 而香港 怎麼說 香港的發展 根本上是很難去發展 可能是否香港的同仁市場 很小 還是香港的同仁市場 根本上是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何米仔 你講出來 為何我會邀請這四個日本的同仁組織 其實這四個日本的同仁組織 邀請他們過來 其實是有一個目的 是想展示給香港的同仁作家 這個是一個模特兒 大家 你可以 因為我其實都會有一個交流會 這四個組織 裡面其中兩個組織 就會分兩天 就會參與 在這個舞台上 會跟這個鄉 我都會 歡迎一些同仁組織 我們會開始報名 有些同仁組織 可以去報名 去跟這個日本組織 做交流 在台上面 或者台下面 就可以問他們問題 大家互相有一個Q&A 可以令到那些同仁們 或者一般觀眾們 可以了解到 究竟 日本的同仁 是什麽 他們靠什麽賺食 去學到這件事 去知道這件事 就可以展示到一個樣板 給你們看 同仁的ideal case 會是這樣的 而同仁 去到最極端 是可以真的出道 而事實上 烏斯拉烏拉塔撒 是真的出道 大家是看得到的 而其他三位的作家 他們本身也有很多 illustration的job去接 就跟Morton一樣 他也是接我的job 雖然我們是朋友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是一個 在同仁界 如何在商業和同仁之間 拿到一個平衡的 一個好的模板 我就希望能夠 可以達到給你看 不過我有個問題 新聞 日本的情況是這樣 香港的情況 你覺得怎樣 香港的情況 我自己會覺得 香港的漫畫業 是有一個框架 這個框架 大家的認識 太過old fashion 有比較黑板的印象 所以就令到有很多的企業 或者其他的組織 就不會多加力量去發展 這個漫畫業界 創意業界 一般的群眾 和業界的一個條例 一個階梯 可以令到大家 一齊 去達成一件事 這個是Creative Paradise 其中一個目的 先問一個問題 實在一點 剛才說過 你們排隊 不需要有人指點江山 然後又每天五百 但是反過來 往往有什麼問題 我不說什麼出了事 那類 總會有當口要工作人員幫忙 往往任何的event 用任何這個字 膽感 都永遠被人咎病 工作人員的水準 和能夠幫忙的 及時程度 或者是實際用途上 有點落差 然後就會歸咎說 我給了這個入場費 給了攤費 你主辦做過什麼 那好了現在問回主辦 你在工作人員方面 或者主辦方面 會怎樣幫助當口呢 有什麼問題上 首先第一樣 當口工作人員那裡 首先就是工作人員那部分 站在理念上 或者規則上 其實都這樣寫 希望跟人能夠 跟人組織 參展的組織 能夠治理的 即是在最大的程度上 組織能夠治理的 我們不會插手 如果他 那個情況 是太過嚴峻 Let's say 突然 一聲 在某 某四個字 某四個字的大手前 有三百人站在 會令到整條通道阻塞 主辦就會有人去疏到 當然 我們在排檔的時候 也都會 將這件事 擺在視野 擺在我們排檔的視野裡 我們會把它編去 空間比較大的地方 那真的有計劃 我當然會想的 我也希望能夠 帶來一個更好的環境 給同仁們 讓大家開心 搞活動 如果不開心的 真是差價 不過我也想問 這次的排列情況 大概是怎樣 因為好像日本 差不多是一個方形桌 那你這次擺位 例如被別人的尺寸 或者被別人的尺寸 是怎樣的 都是一個方形桌 還是一個檔口 其實我們都是方形桌 我們還要少 其他在九箭搞的活動 30cm 但我們便宜它一百元 那你就是紅衣魚 吃烤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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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烤的冬飲 都差不多了 摩托兄 我都想問一句 香港看入 大家都是香港 放眼東洋 看這個同仁活動 大家都是聚焦 在東洋的東京 但我想問一問 其實我們都很久 很冷靜 沒有 因為你這次請了幾位 日本的同仁畫師過來 亦都來擺檔 對 他們都會來擺檔 我想擺檔是其次 他們都是做交流 對 我想問 你知不知道 日本的畫師 或者日本的同仁界 怎樣看香港的同仁界 據我的認知 我聽回 在日本幫忙劇 做一些工作的 裡面營運的朋友說 他們聽到 在日本的同仁界 因為其實亦都有 日本的中小壽 是有過來香港直接參展 我們都熟悉 大概四年前開始 都會有 但因為那班人 他們同時都會在台灣參展 而他們覺得台灣的 土壤和氣候 是比較適合日本的同仁發展 而實際上 他們的營業額 他們實際上的數字 亦都反映了這個狀況 所以變了在日本的同仁界裡面 一對香港本身 原來有一個 每五天裡面有七十萬人次來的動漫 是知道都不知道的 首先第一樣 不單單只是同仁界 是包括動漫業界都不知道 因為根本沒有人 Feedback那個資料過去 那我不知道 某間做無形的公司 他為什麼無編招待 不是的 他們不同的 brand 是很禁止YouTube片 這些那麼基本的東西 更加不會 所以我覺得很矛盾 一個是甚至市場規模 是大過日本 直接大過日本給年期 我會說 日本給年期三天才有六十萬 我們五天有七十萬 其實跟日本給年期差不多 甚至那種人數是大過的 但是日本竟然知道不知道 這個就是 基本上日本的業界 同仁業界 動漫業界 對於香港的情況是不知道的 沒有人認識 因為我們曾經跟一些日本畫師來香港吃過飯 他們也說 日本畫師對香港的同仁情況 真的完全不熟 當然 他們是怎樣接觸香港呢 是因為有香港的畫師去到台灣 然後大家又去到台灣 或者那個香港畫師剛巧被抽中comicat 又讓他過去 然後大家可能畫風相隔 或者看到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互相交換本 然後結識了 反而這個情況 我反而在新加坡 或者馬來西亞的動漫 我就反過來 日本畫師反過來 是多認識東南亞地區的同仁活動 反而我才覺得奇怪 是不是香港的同仁節很大問題 還是有什麼事令到日本那些完全不明白呢 如果你說星馬泰那邊 為什麼日本的同仁會更多認識星馬泰那邊的同仁節呢 其實是關於業界問題 因為星馬泰那邊的動漫節的主辦 他的母公司是日本公司來的 他的資金來源是日本公司 他自然會把資料返過去日本 所以變成他們對於星馬泰的認識會更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 本身日本人就是崇洋的 我們就是崇日 日本人就是崇洋 日本人最想去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 如果美國歐洲去不到 第一個國家想去的是新加坡 那他們當然會認識新加坡 所以他們不認識香港 一來是沒有資訊 二來是他們的重點未放在那裡 所以要令到他們意識到 有一個這樣的市場在那裡 亦都是其實接著下來的 香港的同仁界也好 動漫界也好 其他業界也好 都是需要做這件事 所以今次的Creative Parodile 才會有請日本的同仁作家 有一個希望就是 一來就是 剛才這樣說 就是有一個樣板可以讓香港同仁看到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 他們能夠將 香港原來有同仁展 原來同仁展有這麼多人 這個信息可以帶回日本 等到日本有更多人知道 香港原來有同仁這件事 這樣就可以再多些過來交流 再問一個再現實一點的事情 道德 正如剛才說過 比較年輕的一代 認識的很有限 有限 何謂有限呢 有限就是在於 首先 Comicare完結之後幾天 很快會流通到的大手 或者是 Comicare當年完結之後 一兩年內 會流通到的中手 或者是 當那本很熱的 問題來了 通常這些都是成年向的 但問題是 另外是由本 是的 那些石衛 隨便吧 比較易明 再執行一些 不要管 這次這四個受邀的 訪港的日本同仁組織 四個的主力都是一般向 或者是靖凱滑 比較純一般向 但是清純的 老實說 其實 大家會覺得 有幾多是普通的同仁展的參加者 會認識他們四個 我不說 我不要說名字了 我已經看過一些同仁 我已經 downgrade到去 那都看過 至少我看小巷 小巷 小巷學者 那個都有的 不計我們 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 新一代那批 不說 我都明白 這個問題 其實我都明白 所以我當初 要求那時候 我跟他們 日本那邊 提出想請 這個同仁組織的時候 他們也有同樣 跟我們 剛剛你說的 擔心 也有的 所以我跟他們說 那你就給我一些香港熱的作品 的人 那些人 就先看圖 看完圖之後 就會覺得 那個OK 那就進去看 我想問一問 其實在香港熱的 和日本熱的 不可以同一步 因為香港人 一定 因為始終 你見到 好像在香港 那樣 真的要說一說 你說 藍梁 這個 topic 現在比較 先出名 我其實最初見到 其實是 P&D 那類的主題 不如這麼說 其實藍梁 是我私心想請的 因為藍梁 你講 藍梁 這件事 始終在香港的華人地區 一講是 日本的藍 軍國主義附帝 我不講到這點 已經抵人 軍艦 軍事已經在香港 不是一個很被人熟悉的 在大眾自殺 我們講個單規一點 有幾多學校 初中宗教history 現在叫綜合人民 教義戰的學校都不多 我跟你說 英國三分一個中學生 是不知道誰叫拿破崙的 蛋糕 所以 所以 一般大眾已經很難 因為 入場的人 我都講過 今次入場的人 比較多 都可能會是 拖著小孩子 拖著小孩子 父老朋友 第二 軍艦已經不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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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說 藍梁是什麼 可能你外面問十個 很多人 可能九個幾個都不知道 東方也是一樣的 東方也是一樣的 他們說 你都不太明白 不如這樣說 現在有玩東方的中學生 很多都還在玩耀耀夢 我聽到其實我也笑了一聲 不過 其實 東方 在我的 我當初提議那時候 我是提議了很多 巨人 P&D 等等很多 題目都提議過 但是 我也有重點 跟他說 SAO這期很Hit 不知道為什麼很Hit 連圖書館都可以借 麻煩你找一個 至少是SAO給我 所以他給我一個 因為始終T&D 在華人區 香港人都是轉豬 多即 以我數字 他專門神魔 無論如何都好 只是一塊豬 轉豬 可能會翻版神魔 我也害怕 神魔差P&D 但他弄得一樣 我也害怕 不過想問一問 我知道你也想設定一些目標 或者設定一些go 那怎樣去希望 令到這件事大給公眾 因為始終那個情況 好像他的題材 和公眾所認知 落差太大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一定是 我也明白 首先 第一個就是 這次我們聘請的四個畫師 第一個就是 藍梁 奧朱拉奧拉卡 他主力打藍梁 另外 有SAO 有東方 還有Vocaloi 其實是四個不同的範疇 而Vocaloi那邊 你說回初音 未必知道什麼是Vocaloi 對 這些宣傳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方法 當然 因為初音 以前有某一個華文報紙 有賣初音的票 當時有賣 炒天價這麼高 所以有人說過 初音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你說Vocaloi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初音等叫Vocaloi 你不要說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 我不肯定現在還有沒有來 R.E.I.A.Postol.D.S. Race Room 去台灣找 他以前有來過 Race Room Race Room現在都有 現在我不知道 因為Race Room 香港代理人是郭管秋月小姐 都是朋友 通常都是一般向 因為Race Room 他本身太多比較激的畫 所以在香港就比較激 也不算多 一半半 一半半 台北就比較多 因為他本部在台北 人家是台灣人 我忘記了他是台北還是台中 但是他 人家是台灣人 在台灣那些東西 當然正一點 因為老實說 你說有來過香港 又有出過Gero Game 應該只有他一個 記憶上是 我記得有一次是 他不記得有什麼事情 有一次沒有放 我特意有個E-mail去問他 他有回答我的 不過我忘記了 那個細節內容 他比較少是 會願意回覆你的 你覺得比較日本的畫師 他是台灣畫師 我不知道 重點 我以為我很好 我沒有問題 你發E-mail問他 你用什麼文字 日文? 難怪他回覆你 不過我想問 今次有什麼 去設定什麼目標 今次的活動 其實今次 我希望 這個目標 會是 平安 大家 平安可以 抱過 平安可以 可以 撕到我們的target 有 150檔參選 你的平安 和我以為 你說的平安 好像是兩回事 不要緊 我先說 平安一來 有足夠的檔數參展 可以支持到我們 能夠開展第二屆 一個數字 可以令到我們的主辦 有信心 去開展到第二屆的工作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外面的媒體 能夠比較正面的報導 第三就是 不會有人數長 那就是 講開訴場 一定會成功的 不能不得說這幾個問題 不過 我想先說一件事 其實訴場 這是第一件事 我們先不說 十八禁 但我想說 其實有沒有人關注過 當然現在 剛剛在說 版權修正條例 其實一向都跟別人說 就說 同仁其實是一個灰色地帶 的采界地區 沒錯 沒錯 日本這些事情 或者台北 其實都分得很開 大家都明白 但不知為何 香港很多時候 就很模糊 搞到 想問 這次 先說版權 這件事 其實有沒有擔心過 或者有沒有當主曾經說 以前的同仁區 小小當 可能未必 會有這麼大問題 這次是整個 賀來搞 這次是搭著動漫展來搞 可能下面已經有 當什麼花 賣了他那些 受了權的東西 咦 又有其他東西 我也聽過 某一間 在旺角有開店的代理 他裏面的marketing 說過 他們對同仁的評價 真的是盜版 這個我是 因為他們 雖然他們在那間公司裏面做事 但他們 嚴格來說 他們對動漫的認識不多 所以 我會這樣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 一般的人 不理解 什麼叫同仁 所以才會形成 一個這樣的誤會 我這次 第一次的 Creative Paradise 希望能夠做到的目的 亦都是 想帶出一個訊息 給你看 就是 同仁不是盜版 盜版是盜版 同仁是同仁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好處就是 你在另一個場 你去了三樓 因為重點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動漫自己的格局 永遠都是 和和和新奇和和和金 你要知道 他永遠有一個攤位 大概在左下角 應該叫做 知識產權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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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遠都有兩檔 很有問題的東西 被他夾住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經常笑的東西 所以 如果滿場都充飾住這些東西 然後隔壁的一條行 已經叫做同仁區 加創意地攤 問題來了 創意地攤 有時有些類似的東西 所以 很容易被人誤會 就是同仁等於創意地攤 創意地攤 再等於隔壁的知識產權署 隔壁那檔東西 所以很嚴重的 所以如果你分開了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即是有一個區隔 即是 本身在一個同仁活動的處理手法裏 本身同仁和商業 兩個是不應該聯合起來的 始終同仁的精神是一個交朋友分享 互相share 一個交朋友的好地方 交朋友和發揮創意的好地方裏面 一定在這些業餘的朋友裏面 會有一定的創意的參考成份 這些參考成份 被一些版權商見 一定不開心 其意就是 你同仁的東西 你不可能混合商業的東西 因為你混合太多的話 同仁就會變質 所以 今次分開三樓 放在三樓裏做 其實都有這個目的 即是你三樓長 不會賣肥架的 我盡量做到 你如果去替自己丟GK 我就去買 GK沒有人認識 我想問 你整個三樓長 是不會有任何商業檔 我不希望有任何商業檔 而官方的商業檔 現在還在研究會不會有 因為 就算是FF也好 其實FF也有他的商業檔 當然 看其他地方也會有 始終都是覺得 一開始 太多交叉混雜 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可能有些不是普通人入場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會引發一些媒體 會牽動一些 二次創作的 二次創作 大鬥 什麼反權商 可能會有些人敢去報道 有些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不出奇 不出奇 其實這件事 在香港 二次創作 暫時覺得很模糊 同人創作 就更加模糊 在公眾的情況下 現在這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 我會覺得 在同人和商業的部分 在日本 台灣也好 在Comicat Francy Frontier 都會有商業檔 他們的商業檔的名義 和含意 是一些支持同人活動的商業組織 或者是由同人演變而成的商業組織 這兩個 criteria 其中一個一定要撕到 才會在同人牆上出現 就和香港的 即是火狗 以前火狗都會放在私北 是的 這個其實就是 和香港現在的同人市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樣 那你會怎樣 去將這件事 介紹給公眾人士 因為始終大家說 Fair comment 就是 你入場人士 你九成都可能是 公眾人士 就未必真的同行愛好者 你剛才都說 你希望一成人上去CP 但我告訴你 一有張飛的時候 就會個個都會產上去三樓 就會變成一個大虛 那他就想 他想 我都覺得 反過來 在同人們 如果擔心人流的話 我都看到有很多 某某討論區 有人擔心人流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就不需要擔心人流 我不是擔心人流 到時迫爆了 你是怎樣去介紹 這些是同人的事情 你怎樣去想 例如有沒有單張 例如一些 例如一些介紹 你很難明白 那些人會突然說 以甚麼是CP 那些CP 下面是動物資 我們不知道 香港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很悲哀 但是有很多人想說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會覺得幾個 不知甚麼頭甚麼老的 砌在一起 首先 第一樣 在媒體的宣傳方面 在抵抗宣傳 今個六月月尾的記者書代會等等 裏面的抵抗記者書代會 也會有一個介紹 首先會讓媒體朋友知道 這是甚麼 另外一方面 就是當日會場 裏面也會有告示牌 首先 告示牌有兩個 第一個作用就是介紹 這個Creative Paradise 是同人創作的地方 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告訴父老葵佑的家長 這個區域裏面 就會有一些稍為過激的表現 創作表現 你進去之前要三次 好 那又人生到第二個問題 過激的創作表現 當然 用字應該會再修飾 當然 對於我們來說 不是過激 對他們來說可能會過激 是很明白的 我們都很明白 當然 第一件事 我們想說 引發第二個問題 十八禁 或者我們叫二級書籍 或者三級書籍 不可以用十八禁 因為十八禁根本是在香港 二類 三類 因為在香港沒有這個 法律上沒有這個 沒錯 這件事 就講到口臭 講到在香港 某幾個大型活動 大型活動 對上幾屆 罵又罵過 那些人 又說霸去 又說不行 又有人上 Court 當然有些 Court Case 我們不方便說 不方便說 是 這個問題 其實在香港 有人說 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大手離開香港 都是有原因 我聽回來說 都是有原因 其實這幾年來 一直都是外流 是 好了 這個問題 這次 會不會變成清水場 今次 清水場 我們不希望變成清水場 但是 無可避免會變 這個是已經預計了 亦都我們避免不了 是 因為牆內 其實都不給買二級行物 二級行物 以往 在動漫節和書展都不給買 但是今年 在我們Creative Paradise裡面 二級行物是可以買的 但是你做足所有功夫 才可以買 包膠袋 包膠袋 封條 20%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大家同人們沒有注意到的 就是 近幾年 廣管局 改名為電武辦 改名為電武辦 之後 它的網頁更新了 它裡面相關的條文 也有少部份的更新 就是 所有二級行物 必須要下 作者名 即是出版人姓名 地址 和電話 其實都是清水牆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是很難的 我覺得這個很難 但是 如果要符合法例 要這樣做 如果你要在香港做賣二級 或者你那本書有可能做二級的話 我們是強烈建議你這樣做 如果當日你那本書沒有做的話 我們會叫你寫回 你會不會建議他送檢 建議送檢我們就不會 因為 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送檢一次要三千元 其實說真的 做主辦來說 主辦也不可能幫你送檢 可以去租四個檔 可以 但是 我們只可以說 香港出版自由 但是你出版完之後 你的東西要負責 即是我們會告訴你 即是我們會有一個方法 去跟你說 你這本書可不可以在這裏賣 你這本書 在我們的角度看 你這本書在Creative Paradise上賣 有機會會被電腦滿足 我們會有一個責任 即是你會逐本逐本審嗎 我們會逐本逐本審 這次厲害 如果想聽回關於詳細 尹審條例或者這些刊物的資料 可以聽回第288集到290集 特別是289集的第一節 是專門講出二級刊物和三級要注意的 是不是有一次找了律師來講的 律師是287 現在是28 我們專門找了一次講的 有律師有出版 有被人拘捕的 不要說被人拘捕 會知道被人拘捕的人會是怎樣的事 什麼都有講的 有很多經驗分享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會逐本去審 也會逐本去看 其實還有一件事 除了這些之外 我可能估計你們不會將 例如你們會不會 專門設立一個區域 是那個區域 可能會有一些角擊的表現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在分類來說 會盡量配合 因為分類分得很小 沒錯 分類會分得很小 但是我們會在分的時候 會將這些組織 盡量放在差不多的地方 這樣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幫到手 其實你們 即是CP這個區 入場就任何都可以 沒錯 但是有個級別區 可能要特意隔開 只是給18歲以上的人 不會這樣做 不會的 也做不到 因為你一張票35元 你說明是整個場都可以用的 我沒有可能封了一個地方 只是可以給18歲以上的人去 反過來 那一區域的人 那一區域的人 那一區域的組織們 他們也都自己應該有責任 去核對他們 買他們輸的參加者 他們是不夠18歲 這個不應該 也不會是主辦負得到的責任 其實都叫做了要做的事情 即是我們的立場 就是盡量會告訴這個組織 你應該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不會出事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保證 你在我們的場上 擺我們說OK的事情 就不會出事 我們一定做不到 這個事情 除非那個場是政府搞的 任審處 直接有人坐過來幫你審 這樣才能做到的 不過想問 今次會不會 因為之前 某一個同學活動 即是叫電報辦早一點來 就來看一看場 就來看一看 放下一些pablet 那類的東西 你這次會不會有機會做同學 不如這樣說 電報辦幾點來 其實我們控制不到 但是 但是 根據 根據個案經驗 電報辦一定會來 一定會來 一向都會來 如果是主動邀請他們早一點來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主動邀請他們 因為我們都控制不到他們 因為他們是政府部門 不如老實說 每年動漫節都有人收票 是大家知不知道 講完 所以這個其實是控制不到 暫在主辦角度來說 我們只能夠說到給參展的同行組織們聽 你每一本書 你都要給我看成一個秘案 其一 其二就是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會告訴你 這本書 我們在我們的目光 覺得有沒有危險 但是 你出不出 即我們都會 在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會不讓你在場內出版這本書 但是 就算我們說OK的那本書 出版了 那個責任也 我亦都扶不起來 不過 有一件事我們要反過來 我們先補充 因為 除非你是送審 送審的時候 會有送審的人去幫你審 沒錯 除了那些人以外 其他人是沒有法律的插束力 因為那個判判就是跟送審的判斷 哪怕你多有經驗 你說的話 都不是因為你不是坐在那裏審你那本書 沒有那個絕對性 也沒有那個法律效力 沒有任何可以保護你的地方 因為我們主辦並不是百例授權的一個審查機構 所以我們只可以給意見 但是呢 我們作為在這個場裏面的一個主辦 或者營運 我們是有權禁止一些我們認為不合適的康物 或者是發行物 在這個場裏面出現 我們能夠做到的 保障到同仁組織的一個最後的防線就是這個 盡了力就是這樣 希望這個同仁組織們能夠差少些 其實我們都很盡力的 因為一定有人說的 你說要學日本 日本說開場前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又有人說 那些組織又沒有人理會的 怎樣怎樣怎樣 還要放進來有蛇 於是你解答了剛才的問題 就是你會先看一看 日本開場的入場那些會凍地的 香港快樂 你不是先做到嗎 應該這麼說 我希望今次入場大家會拍手 即開場那時候 但是做不做了應該是一回事 不會有阿拉手 即是你們入場一定都做不到日本這麼的級數 那你們不要先要求主辦方做到日本級數 你這樣說會得到很多人 你這樣說的話 你這樣說的話 很多參加者會不開心的 即你要知道 就永遠那些人就可以說 為什麼日本可以 香港不行 那你也可以問 那為什麼有些國家可以 對草 為什麼香港不能對草 又沒有人敢問 第一 所以你也不可以同樣道理 為什麼主辦不幫我審書 為什麼反過來 為什麼進來的人 又沒有像日本人 你這些問題是不可以問的 你知道嗎 那不同地方 那文化一定有個差異 即是本身 也有很多人提過 其實我們也知道 是將日本那套完全全 照搬過來香港 其實一定會有水果不服的情況出現 我們也會在裡面 某些地方那裏有些修正 即是令到它盡量能夠符合香港法例 和香港文化 建基於這件事之餘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得到 知道究竟日本的同仁是如何 應該說 不僅是日本的同仁 應該要大家知道 同仁會是如何 好啦 那我也蠻多謝今次的訪問 不過都想問問多幾句 即是聲聲鼓勵 想問問 你說你參考日本 那你講一下 其實你有沒有說 去過其他地方的同仁活動 或者動漫活動去參加過 或者去 有什麼感覺 或者其他外地的感覺 或者帶回來CP 其實本身 我自己會覺得 我在亞洲 即是我在這一行 即是正式在動漫圈子裡 上班 正式來講是2009年開始 周遊列國都周遊了很多國 亞洲區會搞動漫活動的國家 都去了七七八八 那我所感覺得到的 其實那個風氣最濃烈的地方 其實始終都是日本 其次是台灣 香港是否真的過足不前 香港跟十年前差不多 這個是真的 是沒有怎麼變過 現在新加坡 因為日本企業進去做 所以近這五年 它的發展快了很多 這個模式 是跟香港在五、六年前 有CP 一樣開始 那個情況 其實差不多 那當然日本 其實都看著香港 作為這個 中國的一個 叫做 橋樑 他們都很想利用 我會看到那個情況 會是這樣 但是 能不能夠做到 其實都很看香港 香港的動漫迷的做法 你對香港的動漫迷的感覺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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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的感覺都是 其實他們 只是看它多 他們很少會去想 或者去投身這個行業 或者紋身 哈哈哈哈 這一個更加 那個都是香港人 對不對 但是 我會這樣看 這個是跟近這二十年 香港的家庭教育有關 這個是 香港的業界的原罪 這些就沒得比 所以 就變了 如何在 我們 在創意界消失了這十年 我們可以追得回 我會 我會寄望 今次Creative Paradise 能夠帶得到 一個信息給大家 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 作為一個創作者去參與的 無論你懂不懂畫畫都好 你覺得 你看完一套Love Live 你覺得 很棒啊 然後你就去寫評論 然後你可以寫這個 Love Live 大戰I Master 你就去寫小說 寫評論是要自己寫 我記住 那當然不行 這些抄文是很嚴重的 抄文是有如殺人放火 劇偷才是殺人放火 劇偷不會殺人放火 劇偷是死全家 劇偷是死全家 所以抄文是殺人放火 劇偷是死全家 我沒有說錯 真的 不過 我也想說回一點 回到CP那裡 因為CP 香港同樣活動主來來說 立嫂 就是 排名榮香前後 CP RG 我想三個 不再說其他 不計大學制 不計大學制 因為大學制有兩個不同的故事 大學制每年都不同 這些就不說了 因為主要來說 現在更多了 正式來說 不是動漫 其中一個區域 你能夠這樣看 我很開心 因為我們一直都這樣說 你已經是一個活動 至少叫做Creative Paracus 01 很多人都說 CP是會成為這兩個活動的對手 還是成為兩個活動的協助 香港是可以容納多一個類似的同人活動 還是CP會成為這兩個活動 落台上最後一根稻草 我自己會這樣想 其實我們的目標 就不是要跟任何的組織去做 任何的主辦組織去做競爭 反過來 大家都是搞同人的 大家都是玩同人的 沒有可能做一個競爭者 其實大家都是想做朋友 只不過說 人家怎麼看我 我不知道 我的目標 我的取向一定會是 我能夠做得到 即是我能夠用到 香港動物行志 現有的資源 去做大了同人這個餅的話 去做大了同人這個市場的話 其實是對同人的整體有利 即是如果 因為我搞Creative Paradise 多了人認識同人 有很多中學生 或者有很多出來做事的人 又或者是教主 又或者是一些人 他們用個人名義 教主 又或者他們用個人名義 出來出書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反過來 其實是更加類同 可以拉回到日本那個同人活動 即是同一個同人的文化一樣 即是這樣可以拉大了整個餅 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是說 因為香港只有七百萬人 裡面只有那萬幾二萬人會識同人 裡面只有那幾百人會去擺檔 甚至是加上大陸也只有那四百檔 即不是這個情況 而是整體的Circle 整體一個同人組織的人口增加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不會形成競爭 反而是互為互靈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但你講的東西這麼像兩節合併的人的人 那些人都說的 什麼協同效應 什麼協同效應 好像 因為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起初 之前我實在說的兩件事 只有一年舉辦一次 然後就開始一年舉辦兩次 然後就 因為大家都已經覺得 香港是未必融合到 有四個大型Event 的人已經覺得 香港是很難這樣做出版的 即是好像電腦節一樣 即是很難出到這麼多東西出來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要創作 要時間想 現在再出版第五個的時候 就很多人說 會不會其中一個是 會這樣增加對手 或者增加競爭 或者這種情況 因為其實不是你們想競爭 我知道你們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現實歸現實商業還商業 始終都是 和人圈都 我真的有聽過一個 真實故事來的 就是有一個小手 就是某一次的 即是上述兩個活動 其中之一 就是賣 擺完之後真的不能賣 真的賣了 整天賣了兩本 然後就從主辦投訴 從原主辦投訴 都黑了口臉 拉著行李箱走 都有很多 因為這個我是不只見過一兩次 始終就是說 會不會這麼多個Event 會出現一個 在香港的同人圈來說 是吃不下 所以我剛才第一個問題 會不會在外地 如何吸引外地的人來香港 這次的活動 當然 因為不然 可能在香港真的 畫不到這麼大的餅 即是 擴大那個餅 也有很多方法 但是最初 講回你剛才 你剛才說的小手 各位朋友 各位組織朋友的情況 他賣得很少 然後他跟主辦投訴 但問題在於 不是包山仔 沒錯 你說得對 一不是包山仔 二 同人本身的虧的 risk 是很大的 就算在日本公司擺檔 他的 risk 一樣大 在日本公司擺檔 三萬五千檔裡面 是有超過六成的人虧的 老實說 你不說 很多聽眾都不知道 世界有三萬幾代 即是你要想想 那本catalog 厚過你幾本公聯會 搭在一起 然後大家可以數一下 你可以數到多少個檔 你數到超過一百個 基本上我都會請你吃飯 我也數不到 即是 一要了解到 首先第一 和人不是一定賺的 二 就是根本上你要了解整個 整個同仁的理念 之後才再參展 然後再進一步 就是 如何擴大那個餅 這就是一步一步上 這就是 回到你開頭前面 要回到 我們所謂的 原本 容忍圈 應該用你的生態來玩 是 同仁不是可以拿來賺錢 賺錢就不要搞同仁 是 應該這樣說 是 友誼第一 賺錢第二 吃飯 即是搞同仁也需要吃飯 當然 即是 我不要說 我相信有些聖眾會說 你每次都說日本 我不說日本 我講香港 香港 香港有很多說同仁 香港有很多說同仁的人 都是在上班 摩托兄 是 在這些情況之下 普通說 我也想補充 自己作為一個參與同仁 組織的一個人 其實現在我的情況 就是 我都不會說 期望自己會賺得很多很多 因為很老實說 我自己的能力上面 現在我還有很多要進步的空間 第二 問題就是 其實我本初 我最初想起 自己去參與這些同仁活動 都是好像 剛才主持 和Sam提過 那樣 就是我想找同仁 很簡單 我想找同仁 我只是浸淫在我 創作或者自己畫畫的時候 就是喜悅的那種 那樣就如月在裡面 如月 那就是如月 嘩 你不要用這些窗 你搞完就是誤會的 真的 還有 要補充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躲過來創作 你可以畫第三類的東西 躲過來創作就可以 躲過來創作 你千萬不要畫多過一本 你千萬不要畫多過一本 多過一本都犯法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是那句再三強調 就是千萬不要抱著一個 我要去利用 我想利用這些人的賺錢 我自己都真的不太建議 是否要補充呢 三哥 我也想借一些位置 澄清一下 有很多人好像對我都有點不滿 對你的人 還是對你過往做的事 還是對你的活動 三樣都有 反過來 我想借一個地方 等三位主持可以對我 抨擊一下我 讓我有些辯解 有些機會 我不是跟你很熟 說完 要抨擊都不到你 當然是你一個 等阿Sam說 再說一下 不如這樣說 有很多人就會說 一二三 有些一二不同三 又或者是個人主辦 都是打算搞鬍 但問題在於 本身我是在搞鬍 進去一間搞鬍的公司 以前我是一個同人組織的一員 可能很少人知道 但其實我以前是有餐同人 但我不懂得畫畫 所以我只是做一些小小公仔 做一些小零件去賣一下 但我也是有餐同人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我不認識同人 你做小零件 難道你是士巴拉踢球那些嗎 是你就害怕 補充 其實我們有些覺錯誌 Pixer 哪個 平的不是讀 平的讀 是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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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推貼你了 多謝 所以我這樣回去 其實有很多人都對於 我為何這樣搞這壇 Creative Paradise 有意見 但反過來 在另一個角度說 我也很感謝 動漫節那邊 是有一個機會 是可以 等我有機會 為香港的動漫界和同人界貢獻 我不是為 會借這宗工作 去賺很多錢 其實大家打開一個計數機 或者打開一個Excel 將所有的cost 把所有的expenses 全部進去 一看便知道 把balance sheet 負到18層 但為何都要做呢 就是因為想香港的 創意工業能夠 有一個正面一點的發展 所以才會做這件事 目標就很宏遠了 最後再問一句 你對香港同人的活動 或者香港同人的發展 未來的發展 負面還是正面呢 我想問 我知道你是很有宏大的知識 簡單的說 分兩樣 同人市場 同人風氣 正面還是負面 在香港的發展 在香港的發展 是正面 同人市場是正面的 第一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現在的情況來講 我講在Creative Paradise 有之前 Creative Paradise 有之前 已經在其他同人活動 有很多是國外的 是包括國內 即是在大陸下來的組織 而這些組織 有一個特點 就是 一 他們在國內 已經出了名 有些 二 就是本身他們有客 他們帶到下來 三 就是國內 它有一個風氣 就是 現在都慢慢開始 連單美小說網站 論壇的傳播都禁止了 這樣 在這個風氣吹下來之下 一定有很多 有意從事創作的人 會 很多不同的途徑 下來香港做 因為香港 是在中國國內 唯一一個 是有自由發展的地方 而他們也能夠做到 這個是 但是 當然 我們不能夠保證到 他們的質素素質 甚至是 他們的淘不淘寶 我們是很難阻止 突然間有一股 何故味 突然間覺得 有人說過 我是何故的 年輕人 其實 但是 其實我都跟何故 很久沒有聯絡 好 同人風氣呢 同人風氣 那部分 我就相信 現在 就不太好 但是 我希望 展望 會好 如果 大家真是 能夠 透過這個活動 又或者是 其他活動 因為我不敢說 我這個一定成功 就是 能夠透過其他活動 又或者是 跟人們自己能夠 自發地 去 理解到這個 的話 我覺得 會成功 最後 魔神兄有沒有補充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 可以 繼續 嘗試 如果 剛才 聽到 阿Sam提到 星馬太的情況 如果 可以學到 他們 邀請到 更多的 日本的 子公司 來香港 主辦活動 子公司 你要別人肯 就是 我正在說 這個情況 如果 能夠做到 這件事 我真的 會覺得 是好事 反過來 不靠 他們的子公司 請他們的人過來 對 其實 這件事已經是 將 香港的情況 回到 一個 渠道交流 看著 未來越來越多 是一件好事 最後一個問題 Extra 有時 有些奇怪怪的人 都會來香港 澳門 例如 虎智耀的人 不知道今年 有沒有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邀請 那邊的人來 看看 Creative Paradise 原本我想邀請 虎智耀的社長過來 他來過附近 他來過 旁邊的 今年 他剛巧 他那兩天 有一些 非常之私人 的人生大事要進行 所以我邀請了 過來 我也是 有做過這件事 當然 另外一方面 其他人 要看 你說的是哪一類 大任務 OK 大家期待 Creative Paradise 01 再次 日子幾號 日子是 7月26日 27日 星期六日 在會展舉行 大家喜歡 同仁的朋友 到時 去開動漫之力 上去三樓 看CP 到時 CP 搞得如何 今晚再多謝 葉兄 謝謝 魔神兄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繼續 拜拜 拜拜